奶奶 来来来 快过来 奶奶 你吓死我了 你给我打电话 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 没事吧 不是我有事 是你有事 看你的腿 喂 摔跤了吧 疼不疼啊 没事 小伤 过两天就好了 小伤也是伤 你看看 要是奶奶不给你打电话 你都不告诉我 我知道 我的欢欢受委屈了 奶奶 奶奶 你哭吧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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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好了 这两个家庭 刚刚实在太大了 已经没有办法解开了 其实我分手 根本就不后悔 我也不怕分手的 我就是觉得 我全心潜意 投入了三年的感情 最后一直要 这种方式绝受 我更不感谢 我也很难受 奶奶 我以前觉得 人越长大越坚强 可我为什么现在觉得 人越长大越脆弱呢 不哭了 不哭了 来 缓缓 奶奶 奶奶八十多岁了 经历了两段婚姻 约人无数 家俩这个孩子呀 人品尚好 家境也不错 你们俩的感情 也很深 但是她这个人 就是没有主心骨 奶奶要是遇到这样的人 我的态度是 说拜拜就拜拜 下一个 更乖 乖 我妈 奶奶 你这都是从哪里学的 乖时髦的 要不 怎么能跟你聊到一块儿呢 你看 腿伤了 奶奶给揉揉 心伤了 就到奶奶这儿来 这儿是你的避风港 人这一辈子呀 长着呢 生老病死 爱而不得 失恋了 就当是 出门摔了个跟头 别对自己失望 也别让瞧不起我们的人 得意 我们不怕哭鼻子 但是 要哭得值得 疼过了 哭过了 爬起来不就好了吗 我们呢 向前看 你放心 你的身后 有奶奶 我的爸会不哭了 一会儿奶奶带你去吃好吃的 好吗 好 老太太好 你好 我对不起 老太太好 你好 奶奶 嗯 怎么想让你从上到下 老少都认识你啊 你知道的 我常来这儿喝茶 奶奶人缘好 这个是我们最新研制的红烧肉 你们尝尝 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嗯 谢谢 再说 这是他们推出的新菜式 你尝尝好不好吃 嗯 好好吃啊 奶奶 嗯 奶奶原来是带我来尝鲜的 还是奶奶多舒服啊 心情不好的时候啊 要先甜满味 我们是饭饭之酒 那我就蹭蹭奶奶的饭了 尽管走 吃 缓缓 最近工作怎么样 掉到公寓 那是要降薪的 要不要奶奶给你 奶奶 我掉到公寓 挺好的 虽然掉直了 但是大家都对我很照顾 我上周还拿了个五姓管家呢 不用担心我 我知道 你呀 心里有补 就是有点遗憾 本来想着能在波提前里一直干下去 还想着能够升职呢 奶奶跟你说 努力 不一定马上能看得见回报 但是不要气馁 因为不知道哪一天 因为不知道哪一天 你的福报就来了 我记着奶奶说的话 怎么样 我的鸡汤包得还好吧 这鸡汤包得特别好 快吃 嗯 我可以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贵了 给我送烟窝 是奶奶叫得好 我觉得应该给你紧紧批 看你做的好事 奶奶 我错了 我承认我没有照顾好陈欢 但她那边我已经有安排 我看好她的能力 只是她在养老部门待久了 勤勉有余 锐气不足 把她调到公寓 磨练一下她的憧憬也好 打算重用陈欢了 她可是我的宝贝 你不要嘴上说安排 回头就扔到脑后了 奶奶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火眼睛睛 盯着呢 是 奶奶您放心 我虽然嘴上不会安慰人 但陈欢我有规划 长远的规划 等您把心安理交到我手上 我会用心经营的 到时候再把她调过来帮忙 算重用吧 你这算不算是威胁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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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这是最好的安排 这是最好的安排 那眼前的规划呢 那眼前的规划呢 你也好久没去旅游了 恰好跃打在上海周边 有个新开发的项目 也是老式建筑改造 我带你们去走走 散散心 打着陈欢的招牌 让我陪伴 看似散心 实则用实打实的案例 让我考虑心安理的未来 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吧 奶奶 这是未来的新地表 意义非凡 志明啊 你是那么重视意义的人吗 奶奶 心安理是我今生的敲门砖 对我来说 是最重要 最不可或缺的一块 你是要权力 要地位 要赢 奶奶 择日不如撞日 要不就这周末 你问问陈欢那边 我去安排 我考虑考虑 好嘞 奶奶 我再给您加点烟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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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